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 我是华为公司任徐东 负责开源产业发展 很高兴今年4月参加了 Kupercom欧洲的产业盛会 非常的impressive 也很荣幸今天能再一次站在 Kupercom China的舞台上 也感谢Jim和Kiz的邀请 华为作为中国最早的参与开源 贡献开源的公司 开源已经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华为在开源生态和提高 AI时代数字生产力的一些实践和思考 人类社会从5000年前的农业时代 到工业时代 再到近代的信息化时代 今天我们的智能革命 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AI的智能时代 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人工智能的概念诞生以来 经历了三次产业浪潮 人工智能已经从感知和理解世界 发展到可以成为一个生成和创造世界 从分析数据提供建议的一个产业辅助工具 发展成为可以合成数据生成结果 并逐步走向AGI的一个时代 所以一个智能的世界正在加速地到来 那么如今开源就像我们周围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一样 已经成为开放式创新和软件开发必不可少的部分 从开源模式的诞生到今天短短几十年的发展 开源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大规模协作的一个典范 从开源软件到开源硬件再到开源大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开源自身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被拓展和超越 伴随着IT产业发展的历程 从自由软件到开源软件再到开源生态 开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开源软件作为一个全人类共享的知识公共品 理应属于全世界 不应该受到种族 政治 制度 地域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认为开源应该继续坚持 无歧视 技术价值的导向 所以借此机会也感谢所有开源的基金会 包括特别是Linux基金会 对开源精神的坚守和担当 毫无疑问 开源奠定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的基石 也推动了云时代产业的繁荣 我相信开源 云原生开源 也将在塑造智能世界和加速智能世界的到来中 变得更为重要 华为不仅参与和积极的贡献和回馈开源 也积极的在基础的关键的软件 AI和云原生的一些新的产业方向 和开源的生态建设方面持续发力 不断发掘开源的新的价值 我们不仅参与了像Linux Apache Eclipse和开放原子 等全球25个主流的开源基金会 获得了超过250个开源的关键席位以外 还贡献了超过120款的上游软件 和多个关键的主流开源社区 保持和全球社区的同步 华为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探索开源 希望通过开源来共建 万物之联的数字底座 华为依托ICT领域30多年的技术积累 和20多年的开源经验 在基础软件上持续探索跟技术 我们发布了像OpenHarmony OpenOla MandSpot CoopEdge 等20多个基础的开源的项目 以根深来促业貌 我们相信也只有根深才能业貌 并进一步希望夯实 数字基础设施的底座 只能万物之联的智能世界 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选择 那么MandSpot 深思开源至今 汇聚行业 科研和开源的力量 正在繁荣地发展 已经服务超越5500家企业 500个模型 10多个大模型 包括900多篇的顶绘论文 社区已经汇聚了超过 21000名的开源贡献者 和30多个SEG组 在Gate上 AI项目的排名综合 Top1 同时我们还和全国各大中城市 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华为非常期望与企业伙伴一起 持续探索 开源如何在更广泛的领域 更多的场景 释放更大的价值 那么华为云持续的开源开放 与产业伙伴携手共创新的价值 使能摆磨千态 加速行业智能化 在南向 我们通过分布式云原生的基础设施的 开源打造分布式云原生的标准生态 在北向 通过云原生应用使能层的开源 帮助伙伴和开发者高效构建 云原生的应用 以小红书为例 作为一个领先的互联网企业 每天会产生45万条笔记 上百亿次的曝光量 每天会新增上一级的训练样本 和TB级的数据量 相当于新增了2.5万本磁海的数据 那么基于小红书的业务场景 华为提供了大数据存算分离 和基于我看到开源的智能调度解决方案 帮助小红书完成了数据结构的升级 和模型训练能力的提升 并且优化了调度算法和算力的资源利用率 能做到按需灵活的扩容 今天小红书的模型的更新速度 已经可以达到分钟级的在线训练 和天级的离线训练 模型训练的性能提升了30% 这也是开源助力数字生产力提升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么最后 原生无限同行致远 是华为开源的理念 华为非常期待与 开源社区 开发者 行业伙伴和用户一起 围绕AI时代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持续地通过开源创新 不断探索和实践 与大家一起共建 公平 公开 健康 共赢的人工智能的新生态 真正做到 加开源 跃升数字生产力 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